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轰动世界的新闻 当然就是台湾2020大选落幕 民进党负责人赖清德和肖美琴双双当选 这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那就是赖清德打破了指正两届的八年魔咒 赢得了2024年总统大选 那么在选举结束以后 他和自己的副手肖美琴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他的一番谈话也让人感觉 台湾真的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国家 他感谢台湾人民写下的民主信业 向全世界展现对民主体制的珍惜 台湾人民也用行动 在民主和威权里面选择了民主 和世界进步力量站在一起 和世界的民主力量站在了一起 成功抵御了外部势力的一次又一次的戒选努力 赖清德也强调 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抗维持现状 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他担任总统的重要使命 那还有一点 他的话讲得很重 那就是赖消配美德赢台湾 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代表台湾会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会转向 不会回头 两个不会 这两个不会 我想用它来形容未来的台湾 十分的贴切 就是不会犹豫 继续沿着民主的康庄大道 奋勇前行 再一个就是不会回头 这里面既有台湾内部民主的道路 越走越坚定 不会回头 更意味着和中国大陆 绝对不会接受中国所谓一国两制的方案 绝对不会和专制控制 变态的北京政权困在一起 那这种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不管北京怎么文攻武畏 怎么恐吓 怎么利诱 怎么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台湾永远不可能和你再走在一起 除非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 两岸才有走到一家的可能 所以这次大选 真的是要祝福 祝贺台湾人民 这才是全球华人社会 应该有的一个样子 那关于中国 赖清德的原话说 他会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围堵 对话取代对抗 自信的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达到和平共荣的目标 但是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 我也有守护台湾的决心 这是赖清德发出的誓言 当然虽然赖萧佩 美德赢台湾变成了现实 但是在国会选举里面 民进党没有能够维持过半的息次 赖清德也承认这一点 这说明民进党努力不够 也有需要改进和检讨之处 更表示台湾人民期待 有能力的政府和有效率的制衡 这意味着他承认 过去的制衡未必有效率 就是党争超越一切 实际上民进党在经济治理上 有自己的一套 但遗憾的是 没有能够有效的解决 年轻人薪水越来越低 买不起房 在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大前景里面 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这也是这一次 民进党在年轻人中的选票 并没有做到很完美 所以这都是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赖清德认为 台湾岛内要走沟通协商参与 合作的政治 他也提出了四大主张 包括在只要是立国立民 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 他都会纳入施政的方针 在未来的人事部局上 他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不分党派用人为财 第三那就是未来施政 各党有共识的议题将优先处理 没有共识的也没有急迫性的 就先搁置起来 持续沟通 第四个就是 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比如劳健保的财务永续 也会建立政策沟通平台 扩大讨论基础 广纳民意参与 跨越政党鸿沟 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 那么这一次 我估计习近平当天晚上 肯定是睡不着了 为什么 事实胜于雄变 你不是要搞 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前两天派刘建超到美国来 终于放弃了为美国指明方向的 这么一个宏图大志 转而说 我要承认现有的世界秩序 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 那就是说 还是要尊重美国的老大地位 不但美国他指挥不了了 小小的台湾 他也搞不定 不是一次搞不定 是三次搞不定 所以这一次赖萧沛 美德赢台湾获得成功 让习近平连输了三次 为什么说他连输三次 就是因为他在2012年 就任了中共的总书记 台湾在2012年1月大选 是马英九大选 是国民党 对吧 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三次总统大选 虽然中国想进了千方百计去戒选 但是在2016 2022年 2024年三次大选 前两次蔡英文赢了 今年赖清德大选 习近平连败三次 这个现实 你认也好 不认也好 他就是这么冷酷 就是这么明显 那么赖清德 他还是不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认为仍然是 在他的胜选 感言当中 有几个地方 大陆特别不高兴 习近平 估计一口气都能闷过去 有这么几点 我看邓宇文先生 总结的比较到位 第一 赖发表演讲里面 把这次选举称为 全球民主阵营 第一场胜利 意味着在赖清德和香美琴的 这个选举里面 在他们的眼光里 这是民主和专政的对垒 而共产党和他的猪队友 马英九 想把他描绘成为战争和和平的对垒 台湾人不认 或者说人家不想聊这个天 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大家更倾向于 这是民主和专政的对垒 而台湾人民站到了民主一边 第二 感言里面 赖清德说 他没有把中华民国四个字 放到演讲里面 而是直接说是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他还是强调台湾 第三个 当然就是他的坚定意志 表示台湾正继续走在正确的路上 不会转向 更不会走回头路 第四 当然 就是称对岸为中国 没有说大陆 称对岸为中国 第五 就是指控中国界选 那么 所以从他的 我觉得这五条总觉得很精辟 基本上可以概括出来 赖清德当总统的时候 他对对岸是怎么看的 虽然他必须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维持现状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用交流 取代围堵 对话 取代对抗 但是实际上 这里面 他绝对不会屈服的 这个信息传达的是再明确不顾了 所以这个事情 估计会被大陆定性为 具有很强台独色彩的竞选 获胜感言 但这次 台湾人民 其实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 貌似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魔咒 走出了这个单一化的两分法的历史叙事的魔咒 是什么呢 不要一提台湾选举 就非得跟大陆扯起来 大陆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台湾人民要过自己的日子 要走自己的阳关道 如果能处理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但是 如果处理不好 这也不是压在台湾人民心头的那一块大石头了 他们要的是自己的生活 台湾的年轻人 更是走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悲情 也走出了现实的这样一个诅咒 他们更想的是要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一样 要的就是光明灿烂的未来 要的是高收入 要的是有人权 要的是有尊严 有尊重 所以中国怎么样 从此以后 会是台湾的一个重要话题 但再也不会是左右台湾人心情 左右台湾人政治倾向 更不会是左右他们投票的这样一个因素了 那更何况 马英九这一次 那真的是要多蠢有多蠢 当然了 你反过来说 也可以说他要多聪明有多聪明 他本来就是反党分子 一方面他通过选举前强调要相信习近平 一方面 他通过这番谈话 分流了国民党里面中间派的那些选民 大家本来还对国民党有信心 听他的前主席马英九这么一说 觉得他妈没戏了 十有八九要搞一国两制 难道要让台湾变成香港吗 香港现在是个什么熊样 大家谁会不知道呢 所以马英九这番谈话 就是把中间的选票拉走 从国民党那拉给了民进党 另外一方面 他也用这个干掉了他党内的同僚 你跟这侯友谊早早的就认输了 这是非常的可悲 所以马英九 恐怕未必是大家说的不沾锅 我看他简直就是一个统战分子 是埋藏在台湾内部的反台分子 那么另外 这一次选举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那就是台湾的选举 证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完全可以适用于东方 更完全适用于华人社会 这和中国的大外宣 小内宣 听听讲的不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行了悍然的打脸 你看 赖清德 何友谊 柯文泽 在选举的时候 争得不可谓不激烈 可以说是唇枪舌箭 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一旦选输了 我看何友谊和柯文泽都向他置于贺电 这才是民主的常态 就是斗的激烈 败的体面 这样才是民主的真谛 我愿意在这样的社会生活 我相信只要是脑筋思路 心态正常的人 都愿意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 而不是多年前 隔岸对面的大国选举 总数据国家主席连任 2952票赞成 零票反对 一举通过 这叫什么 他们叫全国成民主 这在世界看来 就是一个典型的笑话 要多不要脸 有多不要脸 你看人家台湾 争争吵吵 然后真的开始 这个体制开始运转的时候 比你那个2952比0啊 要有效的多 要得人心的多 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那国台办在这次选举之后 也出来讲话了 当然没有点赖清德的名 因为还不知道他当总统以后 到底会对两岸关系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路线图 当然在老共行列 在北京那 赖清德必须做到两条 才能实现一个正常的对话 那就是必须承认九二共识 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两条台湾都不会遵循 不会让你来指明方向 台湾人民已经选票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国台办还说 这一次的台湾选举证明 台湾选举结果 说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这个听者都很奇葩 难道这个中文已经堕落成这种地步了吗 不代表主流民意 那你拿出证据来 这次台湾选举是假的 你们和川粉河流证明这是假的 你又证明不了 对吧 你要是能证明 也说明你借选了 否则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国台办的这一个表态 无论是小粉红老子红还是反贼 都不认同这个言论 导致当晚的微博 变成了冲塔的阵地 冲塔的集结号吹响 你看有些这个评论怎么说 说怎么着 普选现在都不代表民意了 你的脸皮厚的实在是一批 你要人家也走 没有没有没有的路线 或者下次 这个谁谁谁 参照今晚牵头两个两岸选举 分猪肉搞个大奖赛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说 25502952比0 我无为诺诺 40%我重拳出击 太搞笑了 是不是太搞笑了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还有个老熊说的好 你可以封一万个号 请全民喝茶 但是就改变不了人民心中的想法 中国本来就是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不自欺欺人会死吗 2024年了 还用1945年的洗脑宣传 你真的当人民是傻子吗 还有一个就一句话说 你说主流民意 台湾的主流民意不就是抗拒统一吗 说的句句到位 那选举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国际媒体 特别是一些知名的中美台问题的专家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非常有真知灼见 比如说这个苏珍逊 就是著名的谢树立 教授大学 是两个分校的 他说这证明更坚决更强硬的态度并没有奏效 这就是台湾政治的现实 其实分析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你越逼我 我就越不按你说的办 这一点不光习近平没做到 当年的 朱镕基不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恐吓台湾人民吗 说你们要珍惜手中的选票 人家是珍惜了 当天晚上就投给陈水扁了 是不是到今天为止 中共的威吓 威胁从来没有奏效果 当然大家有时间 可以看看谢树立写的那本书 叫贪攻致败 中国如何扰乱了自己的和平崛起 叫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ghts 这个书名比较西方话 我给他用中文翻译成一句 就是中国是如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 你本来和平崛起 形势是一片大好 你只要是坚持 对外 坚持邓小平的方针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好好的再发展自己的实力 另外 台湾问题 放话可以 但不要实际的真干 不要派军机绕台 不要大规模的封锁 让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 再有个宽松的10到15年 中国就真的具有了民族复兴的充分的条件 但是可惜这些人没忍住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在你最应该做A的时候给你派来了B 或者给你带来了负A 整个中国的情况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两岸在2024年会不会更危险 我认为会 因为赖清德的胜选 让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统一这个事情 停滞不前了 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的全面回应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 或者数年内展开 国台办的响应只是急救张 临时表示一个态度不温不火 但是最大的概率是目前的这种边缘 施压强硬的态度会持续下去 而且很有可能会加剧 因为中共这种欲刚则刚 这种特性是特别的明显 不信的话 大家看看香港是怎么办的 他们目前对台湾恐怕也会这样 但问题的就是在老美那里 台湾问题比香港问题要重要很多倍 因为对华盛顿而言 台湾是捍卫全球稳定 稳定2300万人口的民主制度 以及全球电脑芯片 这个产业的第一道防线 所以现在麦清德或者是他五月份就职的时候 发表的每一句讲话 每一条政策都变得特别的要紧 特别的牵引法动全身 习近平从现在开始袖手旁观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低 所以台海局势是变得越来越危险 同时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提到 赖清德和习近平在性格上 在童年的经历上是有些类似的 赖清德童年是一个 他是一个矿工家庭 从小吃了很多苦 比较偏执 比较执拗 这种人和习近平是非常的像 习成年时光在梁家河度过 没见过好东西 脑子里除了斗争就是斗争 除了200斤就是200斤 除了不换奸就是不换奸 他不明白 就算自己换了奸 别人也不会讽刺挖口他 毕竟挑起200斤是个本事 一般人挑不起来 我就挑不起来 但他非要强调自己还不换奸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领导人的性格 所以这种情况下 赖清德和习近平 以硬碰硬 以邪碰邪 这让海峡两岸充满了危险 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既有战略的部署 也有战略的眼光 更有配套的一些措施出来 虽然刘建超这次在美国 虽然是以求饶 举白旗为主 仍然画了红线 就是台湾 但是这条红线在美国那 表面上它是遵守的 实际上它是不遵守的 你比如说这次选举结束以后 拜登只发表了一句话的评论 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话说的好像是向着习近平 实际上没有 因为他本来就不特别赞同台湾独立 但是他也绝不赞同 大陆把台湾给吃掉 那拜登政府去年还宣布了 向台湾提供3.45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的计划 这里面来自美国库存的武器 主要是以此为主 另外美国国会还在探讨 一系列有关的法案 包括加强和台湾的经济联系 放宽税收政策 甚至前两天又有一员 拉出一个计划 要让中国一旦攻台的时候 联手欧美把中国踢出世界金融体系 那就是和今天的 俄罗斯是一样的 一夜之间 你的银行 外汇转不了 冻结 更不用说在网络安全 在通讯网络 情报共享这方面 美国全力以赴的和台湾的合作 更不用说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这些因素 都加进来以后 海峡两岸的战争的砝码 天平 再向民主一方倾斜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台湾选举结束以后 鸡三伙四做了期节目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提纲切领事的了解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聊一聊 台湾就是大选 您内心的一个感受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